所有今夜十点见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再次打开您的频道 收看今夜十点见的节目 最近整个俄乌之间的战争 屏蔽了所有所有的媒体 也是相信每一个人心中所最关心的部分 当然除了谈俄乌之间的关系 和战争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一个题目在这个战争一开始的第一天 到现在仍然被许多的人提起 但是台湾的当局要极力的撇清说 台湾和乌克兰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而且是完全两个不相等的情形 不能够把乌克兰比作台湾 如果有一天中共敢侵犯台湾的话 台湾有很多的把握 这几天台湾的天空非常的美国 因为美国有两个团体 一个是跨党派的团体 代表拜登政府到台湾访问 跟台湾提供了相当的保证 同时这一个一向反中大将 庞佩尔到了台湾之后 更是引起了很多人 台湾民间可能政府特别是 非常的振奋 这个反共大将到达了台湾 跟台湾有再一步的合作 这个东西让台湾一向也反中 然后做个人的支持 有了相当的鼓励 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题目说 今日的乌克兰 明日的台湾来谈一谈 跟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实在是一个学养丰富的人 我个人就是因为听了他的一番 对于这方面的反论之后 我觉得虽然今夜十点间这个节目 常常以人性为探讨 但是透过他的这番谈话 我绝对相信对所有的朋友来讲 会是上了一个新课 从一个旅美华人 这么长期以来观察中美台港 非常清楚的一个人 他来分析一下 他是个站在台湾和中国之外的一个角度 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今日的乌克兰 明日的台湾 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 大家共同探导的题目 让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刘国生先生 刘国生先生 他是一个在博客里头 非常著名的博客协主 他的粉丝真是无限 每当他谈到任何的题目的时候 不仅是亲左的也好 右的也好 拼命的转载他个人的文章 因为他的东西常常是一争见血 我们先让刘国生先生跟所有的朋友们好 刘大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是一个目前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也知道在台湾来讲 台湾的官方中华民国来讲说 是进入了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稳健的时代 而且是最关系密切的这个情形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完全不松口 而且胶杆还挺的挺直的 这方面从您的第一个角度来讲 台湾是不是加持着美国的支持 然后能够敢挑战中共 您觉得呢 这几天确实因为有两个代表团 一个是政府代表团 一个是能够要是私人的访问 但是呢 这两批人呢 都是好像捷律塞一样 都现现后果到台湾访问 那么在现在这个正当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的这个时刻很敏感 而且很多说法 比如说是今天的乌克兰 就是明天的台湾 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出现 这两批人先后的访台呢 至少说明美国并没有因为乌克兰 就把台湾给忘记 所以这一点呢 是确实令台湾是方面感受到兴奋 但是呢 我看呢 这些他们虽然到了台湾 向台湾提供各种保证 都是要 双方的关系坚入磐石啊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条 它不会提供人的保证 就是说如果大陆方面要武统台湾的话 美国会不会出兵干领 我想这个保证 他绝对不会清楚 因为美国到现在 他的政策还是叫做战略模糊嘛 但是呢 虽然是战略模糊 大家看见乌克兰了 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 这个是在美国眼里呢 是一个标准民主国家 俄罗斯是一个标准专制国家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没有出兵干预 眼看着这个 现在眼看着俄罗斯就要 把就拿下乌克兰了 而美国见死不救啊 这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 所谓汉卫民主的神话 好像是不攻自破了 那如果大陆有一天要武统台湾 美国会不会很出手的协谤呢 再一次不成疑问 所以你说是 我这个看你看怎么样 咱们接着聊 不要我一个人讲 我觉得您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次 两组到达台湾之后 其实台湾老百姓非常 或者特别是台湾的官方政府 非常的希望说 也给我一个保证 你这次来 其实就是在这个接规眼来 你就是来告诉我说 我们绝对相挺 但是绝对没有说出一句话说 台湾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我们一定出兵来保护你们 这个东西是台湾听不到的 但确实台湾非常想听到的 但正因为这一次出 美国并不代表 并不打算出兵保护 所谓的乌克兰的情形 引起了台湾 其实有两派的东西 台湾这两天争论的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一面讲起来 台湾对于美国的这一个一贯的政策 有一批是非常反对的 但有一批是就像台湾的当政当局来讲 他是绝对的福音美国给他所有的指示 但对于这一点来讲 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是说 美国不出兵支持乌克兰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也没有承诺他会出兵保护台湾 但他这两次的两个的接连的来访台湾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当然一面讲起来 跨党派的是要抢在蓬佩尔之前来到台湾 但究竟美国的这个动作代表什么 美国将来大陆要武统台湾 美国会不会出兵 这个事情是个疑问大大的问号 但是这一次美国没有出兵 但乌克兰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 明白你的事实 所以怀疑 大家怀疑美国将来会不会像乌克兰一样 对台湾也是见死不救 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看着 我认为美国不出兵 乌克兰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 现在美国已经把全球的战略重心 从欧洲和中东 转移到印太 他的首要敌人是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有些人以为这次好 俄罗斯的危机会导致 导致这个美俄两国冲突进来 被抗击了 这样就可以在欧洲把美国给拖住 从而减轻对中国的压力 但美国不愿意出兵 乌克兰就是不愿意陷入这个 乌克兰这个泥潭的领域 他不愿意把这个注意力 从印太又转回去欧洲了 这次美国其实在那个 普京入侵乌克兰基金 美国就已经公开宣布了 就说这次我不会出兵干预 我只会给你严厉的制裁 非常的严厉 但是我不会派兵出干预 当然这个美国在说法 是不是肯定鼓励了 普京入侵乌克兰 但是呢 普京这样的行动呢 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后果 那就是把北约给激活了 对 你如果回想到2019年 就当那个 比如说清楚 以70周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句话 他说北约已经脑死亡了 就是北约已经完蛋了 但是这一次北约一下子就激活了 所以呢 美国来讲 我觉得等于是 一方面他不陷入 普克兰这个泥台 他要保持 把主要的集中的 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印太平时 而另一方面又激活了 北约让那个欧洲的问题 让欧洲自己去解 所以这两天 我觉得美国可以说 一十二年 所以这并不等于讲 美国不出兵乌克兰 就等于将来就一定不会出兵 台湾 要看台湾自己 如果台湾自己不想反抗 美国出兵干预 岂不是这个 所谓叫做热领天 一个冷屁股 是吧 自讨不去 最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 有一个教授 叫做Francis Fukuyama 叫做福山教授 他指出 乌克兰和台湾的最大的不同 在于乌克兰人更敢于为自己挺身而出 而台湾人还没有这种思想 这个话说的是很客气的 很委婉 言下之意 台湾人可能没这个服气 没有乌克兰人这种服气 说到难听 说不定是一个服务起来的阿党 那如果是台湾人 台湾人自己是这样 你比如像阿富汗这样 美国一撤出 那个总统自己先 第一个先跑 人家乌克兰人不要这样 现在兵命城下 这个首度肌腹被包围 人家那个叫做Zelensky 总统 虽然是从前是喜剧演员 那很多人看不起 人家坚持不走 你美国和英国给他激光抵护 他不要 他在那边就好像要跟台湾 和乌克兰同生同死 这个是有骨气的 那台湾有 台湾人有没有这骨气呢 我也不知道 你是 你对台湾的情况比较熟悉的 我是对台湾并不了解 这个福山教授还提到了一点 更是不太理计 他说这个台湾废除了这个叫征兵制 对的 那么这个是这条很实测的 所以这一点来就认为了这个福山教授这个 他提出来的台湾跟乌克兰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认为台湾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像乌克兰人那样敢于挺身而出 敢于为自己卖命吧 这么说吧 您提到的 您提到的这个部分 的确是这几天在台湾非常热闹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台湾到底能不能勇于出 勇于出来抗战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这个我很有兴趣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等会摆 台湾方面有很多分析 说是台湾跟乌克兰不同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比乌克兰高 台湾有这个芯片 有半导体 台湾有这个是隔着一个海跟大陆 不像乌克兰那是链成一片 是不是 那个容易就过去了 台湾这边你要想登陆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这个 说台湾跟乌克兰不是一回事 不一样 说的都对 但是人家福山教授一争见语 他不认为不认可 不是说不认可这三条 他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台湾人自己有没有思想 是的 是不是想一头倒在美国身上 一切就指望美国来逼他出走 所以美国现在 我认为美国现在 这个所谓战略模糊 这样一个策略 不光是对付大陆 恐怕更多的是对付台湾 就是你不要以为我就是一定来 来给你提 为你提示 要看你自己 你自己要不想干我来替你我来替你卖命 这可能吗不可能 您提到了这一点 的确其实我等会会谈 因为台湾偏安了70年 事实上包括这一次俄乌之间的战争 对台湾大部分的人来讲 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形 然后您提到了福山教授所提到一个最重要的点是 台湾废除了征兵制 所以这两天一直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之前 我反而要想要先请问您的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礼拜 我说台湾的天空非常美国 因为这个团体来到台湾的访问 一向在还没有这样来的之前 中共就已经飞机飞在台湾的领空上面 静静的造成了很多的威胁 也造成了台湾老百姓非常的反感 反倒是除了在3月1号 中共官方发布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谈话之外 飞机没有来 整个的情形没有来 照理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激怒中共的 但是为什么中共你觉得 中国这两天是非常的安静 为什么 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是推论和分析 我相信中国今年不会有任何党 因为今天对中国很重要 就是中共要开20大 为了要保证这个20大开得好 能够按照习近平的意思 把它开得成功 所以他不会 不希望有任何出来 任何黑天牛了 明天飞机出来 到台湾那个空房去跑一圈 本身也许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所担心的就是 所谓擦枪走火 发生意外 这一旦发生意外 双方打起来了 这20大就有问题了 就可能就开不成 我记得好像是网上有这么一个新闻 就是说习近平发布 作为军委主席 他发布一号 什么命令 对中国这个大陆军发的一号命令 当时我看这一号命令里面讲什么 就是军队要维护 就是详细把维护 20大的顺利展开 顺利召开 我当时我有点奇怪 我说军队不是要保家卫国吗 怎么变成去维护20大的顺利召开呢 这说明一切的 就一切重中之重 就是招牌20大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情况下 咱们不要 不要惹事啊 咱们多一事都要少一事 我相信是这种背景之下 所以这一次尽管美国两拨人 先后防问台湾令 北京方面非常的恼火 但是北京的这个国内 解放军的飞机并没有出现 我想背后的人有这个20 就是因为20大的关系 对 要为了20大的顺利召开 不要出任何乱子 不要有任何意外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这个稳中 稳了再稳 不要惹乱子 就这个意思 我的想法 当然这一次整个局面 中共扮演的相当所谓低调的一个角色 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一次的访问台湾 基本上其实是一个证明 是说我们支持台湾 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讲 是一座最好的棋子 是完全可以掐住 掐住咽喉的一个动作 但是中国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说完全没有动作 只为了这个20大的一个平和的开发 难道他没有提出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抗争 或者对美国的一个抗议 甚至在台湾的对台湾的一个警告说 你们不可以再继续这样 因为这是中国来 中共来讲是一大防线 是不可以突破的 台湾是不允许你独立的 现在这次像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 很多人拍手叫好 就说是哎呀普京正是一条硬汉 是啊 他敢他敢想敢干 这些人这个如此这个 说这个这么样崇拜普京 其实他的背后的意思 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这包括包括很多人 现在还拥护毛泽东 毛水席啊 这背后的意思 也是对中国领导人不满 就认为中国领导人太多了 你怎么不学习人家普京这么说干就干呢 你怎么对台湾怎么依让 再让这么忍呢 那这个问题呢 所以不是说他们怎么样的 听着有什么了 实际上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种 不满情绪的发泄 您看到这一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中国为什么一忍再忍呢 今年我已经讲了刚才说的意思 今年他不会有任何动作 就是因为要保证二十大的顺利 保证二十大最后成功 但是二十大开完之后 中国会有什么动作吗 美国已经预测了五年之内不会成功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 就是力量还没有到达这个必要的水 能够拿下台湾的 年之后之内的恐怕不会有什么大 真正要有什么大陆动作 恐怕是五年之后 你要说习近平不想去普通台湾吗 不想去把台湾问题解决吗 这肯定不是 他肯定是很想把这个问题 但是不能说是你如果是要解决 你必须是保证百分之一百的成功 你要是里面出什么乱子 找了半天结果自讨没去的话 那这个事他也不会干 所以五年之内呢 我想是他是不会有异当的 但是台湾也不要以为这个好安国 这个没有问题 你要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年之前 还是一年之前 美国有个国家安全顾问 叫做奥布莱恩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 他就说 希望台湾变成一头豪猪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湾跟大陆现在的力量对比 是非常的不平 不平等是 向台湾将大陆这帮的倾斜 就是大陆军事连远比台湾要强 那这种情况下台湾是怎么办呢 那个以前马英九哥也说过 首战就是中战 这一打就完了 台湾也许几小时之内就完蛋了 那么美国这个奥布莱恩 他首先承认 是的 大陆的军事力量比台湾要强得多 但是台湾也并不是束手无策 是的 他就说他们台湾要学什么豪猪 豪猪因为叫做bucket pun 他除了豪猪之外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剑猪 就这个小猪 就好像是一样猪样的这个小动作 他不是猪 他是叫豪猪 他不是猪 他像的 他很像是个刺猬 他又不是刺猬 他是身上长满了这个侧 但这个侧是可以射出去的 谁敢惹他的话 他就把屁股对着你 然后他就往后面放箭 能够把那个很大的动物 像狮子像豹 能够吃的满头满脑都是 他插着剑插着 而且这个剑都是有这个倒勾的 你要插进去是很痛 要拔出来更痛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他希望说台湾变成一个头豪猪 就是说虽然是打不过这个狮子 但是狮子见了他很怕害怕 轻易不敢去碰他 要达到这么个效果 有些军事专家 也已经给台湾出谋划策了 说台湾不要去花那么多的钱 去买那个什么F-16这个飞机 一架要多少多少钱上一枚 这没什么用 说你这个飞机放在那 人家导弹一发过来 把你个飞机跑到炸了 把你飞机炸了 这不就完了吗 他们主张就是台湾要发展 这个工程或者短程的导弹 因为你买导弹比买数机要便宜得多 他认为台湾就一当大量的买这种导弹 然后把它分散在各个地方 甚至也可以装在船上 在海上 你可以放置 那这就等意思就是说 这就好像是一头好猪 到处 全身都是箭 都是导弹 火箭 这也如果是这样的 台湾这样做法的话呢 中共会考虑 清台的后果 有可能会放钉子 有可能会很困难 对台湾更有效 它是这么一个建议 建议 这还是一定道理 不知道你 你觉得怎么看 我个人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拟 就是说台湾变成豪猪 但事实上的确 台湾有一些 可以踩在中共的一些的痛处上 因为是挥不掉的民主的情感 又有民主的大意 台湾终究要有统一这么一天 但问题就在这边 现在台湾老百姓 不愿意和中共同 当然里面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说 台湾有一部分的意见说 我们相信一个大中华的一个观念 但是却不愿意和中共的体制上的合一 但问题就在这边 加上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 台湾这一个棋子 当成了建株 当成了豪猪之后 的确是可以发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痛处 所以我要回过头来问您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建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但是呢我要回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次 苏俄的出兵乌克兰 造成了全世界 至少我们看到所有媒体里头出现的是 对俄罗斯的大力的踏伐 这件事情 本来台湾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跟自己有直接的关系 等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态势明显的时候 台湾的官方就要强调说 我们和乌克兰是不一样 但是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说 到底因为这一个乌克兰的事件之后 对于中国当局来讲 会不会也心里稍微警惕说 俄罗斯的这个普丁的这一个动作 引起了全世界上对他的大法 中共更不敢轻易的 因为最近在民间里头喧嚣盛上说 迟早有一天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没有因为普丁的这一个动作 引起了全世界的踏伐 使得中国在衡量要不要取下台湾 这件事情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考量 有吗 明显中国现在也在观察 也在甚至也可以说也在学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看看美方 美国或者欧洲 到底是怎么制裁俄罗斯 到底这个制裁厉害到什么程度 现在大家已经初步看出来 就是美方要把这个发动一个所谓金融核弹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金融的手术办法 不是过去都是封锁这个贸易 说不许你石油 不许买石油 不许这不许买 这次是用金融手 金融手 对的 就是这个 使得那个国际的这个 接算系统把俄罗斯给打出去 因此在俄罗斯在做任何事情 它这个很难动用它的这个外汇 等于它的全部的外汇储备都被冻结 这一招至少在日本 日本人看来是非常厉害 他们发表了这么一个 日经新闻网上面有这么一个说 就是美国的这一招 是个猛药 很凶猛的一种药 就是这个呢 非常厉害 对付 但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 这我有 比如说 俄罗斯跟中国可以做生意吗 结算 如不结算 想办法 甚至于疑惑 疑惑 不见得通过你这个国际的 叫做SWIFT 那个结算系统 所以中国现在也在看 如果说有遭一遇 美国或者欧洲 也都联合一起 对中国采用这种手段的话 中国能承受得有吗 我的看法就是说 最低限度 比俄罗斯更难承受 因为俄罗斯现在跟西方世界 往来 前苏联不一样了 前苏联跟完全 这几乎是完全绝缘的 是不是 你要用什么经济手段去对付它 根本没有不起做了 现在俄罗斯跟外界还是有相当多的联系 要卖石油 要卖天文系 要购买各种东西 高科技等等 所以你要用这种手段制裁 俄罗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作用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对中共 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手段的话 把中国提出这个SWIFT 那个结算系统的话 那就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不是一个所谓你不卖高科技给你的这么一个简单 就整个你要想 中国会对这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出 而且都外汇整个平均的 那这个影响太大了 所以这一点中国现在 我想中国现在也在学习也在看 那么至于军事上的行动 现在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也不是那么强大的 好像是不得了的 现在这次看出来他毛病很多 进战很慢 要想数三数二 也不是这么快就能解决 所以这个军事上的整个 所谓力量对比 这个差别看起来他是很强大 真正动作起来了 真正要打起仗来了 好像也是就是一头皮老虎 不是什么不得了 所以这个事情 对我想中国现在是在看 也是在考虑 是不是 他不是 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美国现在也在学习也在看 究竟你这个金融制裁 对俄罗斯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 这种制裁手段 一方面制裁俄罗斯 一方面也制裁自己 自己也受损失 最尖尖的问题就 就那个能源问题 那欧洲现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你你把他制裁了 把他掐 这掐到了 不是自己的能源从哪来啊 这都要重新调整这个供应链 那不是一天两天 那么办好 所以这个制裁制裁到最后 也许说不定自己先顶不住了 那有可能的 这美国现在也在 恐怕也在看 你像这种制裁 过去对伊朗 也是才把伊朗给提出 这个苏联罗斯这个系统 但是 伊朗还是很能力 现在好像有些劲 总的来讲 你要用这个手段来对付 俄罗斯的话 尤其现在俄罗斯 只能有中国做后盾 也不是这么好 不是这么容易去裁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是不是可以让台湾松口气 其实正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中共的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台湾那一个被武统的担心应该是可以减少的 如果从这十多天发展下来的情形 您个人的看法呢 现在这个乌克兰这个十几天的情况发展下来 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台湾人会考虑到自己的会 完全有这种可能 就是大陆动了 完全有可能 OK 然后美国在那旁观 虽然说是支持 那么也支持到什么程度 问题就在这 他可以卖武器给你 可以在金融制裁 可以切得一些 但是敢不敢动 敢不敢对中国动 这个问题来讲 我个人感觉到有一个国家 他比美国还要积极 支持台湾 那就是日本 美国是要战略模糊 日本却坚持 希望是战略清新 这话怎么说呢 日本有句话叫做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对 对不对 这已经他已经把日本跟台湾 关系拉近 对 你有事 就是我有事 你被侵犯了 就是我被侵犯了 这意思就很明确了 他肯定会 他会挺身而出 但是如果日本挺身而出 和中国发生了冲突 中国就说攻击了日本的导弹基地 这个日本顺便说 日本的导弹基地 现在越来越往南了 已经要见到这个 重生的导弹 这个最南端了 是吧 这几乎就是靠近台湾的北部 是 在那个地方建导弹基地 那美 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基地 进行了攻击的话 那么日美 联手 日美这个同盟条约 就有可能起作用 是 攻击了日本就是攻击了美国 对不对 美国就一定会出手 这种可能性 就是从对台湾来讲 日本也许比美国更可靠一点 因为他的 他日本的表态更直接了 尤其是最近的 安倍晋三 他的表态非常明显 他主张 要在亚洲里面应该有一个像北约这样的阻力 实际上这个已经开始了大家都知道所谓四方的安全会谈 就是已经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类似于北约的这样一个冲事同盟 但虽然还没到那个北约这个程度 但是已经开始有初步的形态出来 日本很主张在亚洲也应当有一个北约 其次他还主张要在日本建议要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而且要求这个核武器由日本和美国共同使用 就他也要他也要使用权 不能支持美国这一单方问题 他已经听出来 他已经他说这个核武器这个问题不是不能 不是不能谈 那么现在就应该谈 所以日本这方面的态度我认为比美国更加积极 那么现在这个除了日本当然是欧洲现在 德国法国现在都要加多他们的国防队友 包括在中国最愿意看到的就是 所谓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那么日本如果重新武装的时候 那是从50年代中国就非常反对 日本不能让他重新武装起来 那现在日本也要加大国防费用开支 德国也要加大国防费用开支 所以这一切实际上都对美国是有利 这样因为不然的话美国就等于是在唱独角戏 现在日本也动起来了 德国也动起来了 法国也动起来了 这个对美国也激活了 亚太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美国这样的 释放他们的这样的机制 甚至于日本 甚至于澳洲跟美国联合开发的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实际上都是对 不过很孤立 那么你要说中国会不会 鼓励侵犯台湾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应该说中国武统台湾的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 我可以说这一点 最好的事情是上次线 是欧巴马时代 那个时候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美国根本还没有 你要知道美国所谓重返亚洲 这个是从奥巴马第二任的 Hillary Clinton做国务卿的时候 他们提出来美国要重担亚洲 在这之前美国已经退出亚洲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如果中国突然袭击 要把台湾拿下来 那绝对一举就成功 但这个窗口现在已经关掉了 也就是说这个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那个时候如果拿下台湾 美国想动手想干预也都干预不了 因为那已经退出亚洲 但是现在美国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不是因为台湾 当然现在是对台湾 可是当初回来的不是因为台湾 是因为南海被困难 这个小岛 对 所以我觉得当时中国去把那个 在南海去弄这么几个小岛 我觉得是有点实测的 为什么呢 你这么一搞的话 新加坡就要求美国回来 美国结果是回来 但回来之后呢 他的注意力不光是南海 那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台湾这个问题上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时间对台湾恐怕是对这个 对中国 对台湾问题可能是不利的 就是说越往后拖 越不利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 澳大利亚甚至包括印度啊 都已经是越来越戒备 越来越在那做准备 美国现在宁可甚至于宁可牺牲乌克兰 不去干预伊古兰也要 守住 把战略重心集中到台湾 集中到亚太地区 集中印太地区 所以我要说如果这个武统台湾的前景 是不是越来越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都看不到可能性 当然越来越是 不过你如果问我你对这个台都这个问题怎么看 虽然你没问我我也得讲清楚 第一我是不赞成台 第二我也反对武土 不赞成武 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国人不赞成 不能够再打内战 已经打这么多年了还打内战 绝对不赞成 但是也不赞成台湾 台湾跟中国就是一家 您提到的这一个问题非常的微妙 就是说到底就像您的角度说 绝对不赞成台独 同时你也绝对不赞成武统 你刚才也说过了中国 中共武统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看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 对中国和台湾来讲 好像是越走越远 刚才您提到的台独 现在的执政当局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变化说 他们绝对不谈台独这两个字 这个将来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里头 有一个很可能是成为台湾的总统最强的候选人之一的赖清德 这一个一生做台独的志愿工作者的人 他昨天说了一句话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不会引起争议的这一个名词 也就是说我们不喊台湾独立 我们不叫台湾 我们仍然运用的中华民国 这是一个人人都能认同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把两岸的关系是越拉越远 其实是回不去的 在这一点上 你有没有看出中共的一个焦虑跟彷徨 是说既不能短时间内 您刚才提到 至少您看到的几年之内是很难无统 而且这个时机不是最佳时机 但是越是这些所有印澳美日 这些欧洲包括所有的欧洲 现在全力的挺台湾 在这种情形之下 把台湾跟中国真是回不去的情形之下 我们可能也不喊台湾可能也不喊台独 但是借尸还魂 我一再用这个字也是说 把那个中华民国的借尸还魂 会不会让中共本身的焦虑感是越来越重 您个人的看法是 我觉得这个台湾这方面的情况 我是一窍不通 你也对我清楚 但是我是注意到习近平最近的一些的说法 好像也有些微妙的 过去的说法是 我们愿意和平去 但是我们耐心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老等下去 就是好像是你总要花一个时间的限度 你要是老让我们等着 那我们等不及 我们有耐心 有限最后我还是要努力 但是最近我发现那个 我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个问题 而且我说我反正提醒并好像表示在这个问题上 要我们有充分的耐心 好像提这么一样 没有再提说我们耐心是有限 他我们有充分的耐心可以等 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赞成的 不要就在两岸统一这个问题上 画一个什么时间上 有个时间表 不要画个时间表 五年不成就十年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大家要谈判 不要各出各 我觉得邓小兵的所谓一国两制 如果说在香港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 那还有其他很多可能性 台湾和中国如果是宣布是一家 但是又要给台湾充分的自治和自卫的能力 是吧 确保台湾 如果说不愿意中共那套 那也可以啊 你走你那套 但是最近都会说明大家是一家 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 其实这是一个公约数了 就是一个共同的公约数在那个地方 但问题就是说 台湾现在好像因为有很多国家的知识 特别是美国为了要 反正就像我今天提到 您跟我提到的这个建筑的情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真实 因为我已经扮演了豪猪的角色 我就刺得你全身痛痛的 但是其实对台湾没有好处的 没有好处的 你拿掉了一些 因为你还有很大的一个贸易 你一年从中国大陆是赚了几千亿的美金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要真的逼到一个什么程度 不过就像我刚才跟您您刚才分析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台湾当局应该请你去谈论 就是说要坐下来谈 台湾可能也想谈 但是因为好像被人家击的 就让这个建筑真的考不清楚自己的 其实是一个这么小的动物 但是他身上有台积电 有美国 有澳洲 有欧洲 他就把那个刺都以为 是我身上里头的绝佳武器 但是不谈绝对没有一个未来的情形 所以说谈呢 就说但是我是觉得合制的可能性 因为香港的问题已经让台湾绝对不相信 这一个制度的情形了 因为已经证明不可能了 当时正因为抗中保港的这一个态度 让台湾整个席卷过来翻了片了 但是这个翻篇之后 台湾的下一步 不应该是越走越远 但是现在的情形 就是要表明我们是回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难题跟时机 应该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 不晓得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现在确实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密切 经济上很多台湾的企业 已经离开了 就是一个大陆的市场 所以你要说是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来个切断 我看一眼 难 那也可能是吧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双方没有谈 谈那么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在提高 对台湾的重要性确实是在提高 但是不能千万不要以为这样 在台湾就可以 就觉得旺子尊大 这也不要 为什么呢 你还毕竟要看到 在台湾很多方面 是因为还是对中国有相当大的依赖心 对中国这个市场 你要跟他完全跟中国翻脸的话 对台湾来讲也并不好 恐怕是对台湾很困难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 当然两岸应该 我开始能够谈判 不管 不要说这个 这个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 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你不要拒绝谈判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只要 只要台湾愿意谈判 我相信 北京方面也会 也会赞争的 也会高兴的 大家对抗 有什么好呢 坐下来谈总比对抗有好呢 但现在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的原因 就像您提到了 包括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这些的国家 因为我们强力的反中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 台湾跟中国 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 因为这个对很多来讲 建筑还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我可以刺得你痛痛的 这是你既不愿意碰 又不能不碰的一个问题 所以即便海峡两岸希望谈 但是这些背后的国际势力 未必希望看到这一个成功的一面 所以有没有一种 这种还是一种牵测在国际整个形势里头的现实 特别是我说现在普遍反中的情绪之下 这种情形会不会也是主要的原因 你说的是国际环境 对 国际环境 我认为国际环境还是希望 大陆和台湾能够解决 不要因为统一的问题要打起来 你打起来把别人也拖进帐篷 所以这个来讲 我认为国际社会没有 我不相信国际社会是愿意看到大陆跟台湾两个 越闹越僵 矛盾越来越尖锐 我不认为国际社会是这种 希望这样的结果 人家还是希望 你们自己 这个问题自己解决好 自己 到今天为止 绝大多数的国家还是承认一个中 包括美国在内也不敢就是把公开的反媒 他现在只是各种做法只是希望加强美台关系 我并不认为他是因为他也越来越看到台湾是 他的重要性 将来到我的想法所谓台湾跟大陆的统一 我认为是在一种 名称上面大家是敌了 一个中国 但是台湾有很大的自治权 有很大的自卫权 就是他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 是不是啊 不像香港这样整个 那个大陆的军事上控制香港 台湾可以更自治的地位更高一些 唯一的就是不要台湾不要变成 外国对抗中国的一个跳板 或者桥梁 只要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我相信中国愿意大陆愿意跟你接受台湾 但这的确是 因为现在我感觉到武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 不会是越来越强 所以俄谈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教绩怎么谈这个事情 我不是我不是什么专家 我只是希望 我这样的需要 有一个好的结果 不此而已 说到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同盟 其实这这一个礼拜发现发生一件事情是 俄罗斯做了一件事情 当乌克兰西北部这两个小自治区宣布独立之后 俄罗斯立刻承认这两个小小自治区的一个主权的独立 而且承认他们 那对中国来讲可能我和俄罗斯之间既是盟友 如果有一天台湾当他外面的支持能力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很多人也鼓励台湾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他宣布我们独立 但俄罗斯这个中国长期的盟友 就像现在很多人包括美国都在呼吁说 中国你应该扮演调停的角色 但这两天中国还没有表示意见 但在这种情形之下 有没有可能因为俄罗斯的做的这一个快速的决定 承认那两个小自治区 同样的当台湾一旦做这样事情的时候 中共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 中共这个闷亏他怎么吞 他要不要对于这一个盟友进行踏罚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说任何的话 这点您怎么看 这次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 中国的处境确实有一些 有些非常尴尬 有些进退两难 不光是因为俄罗斯 入侵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很难自圆其说 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 就是俄罗斯 承认这两个 东部这两个地区的独立 那么这两个地区 经过公投宣布独立 然后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 有的人就联想了 说如果台湾有一天也来个公投独立 然后美国承认了 这个你怎么说 美国可以说 你看人家普京就这么干的吗 我们现在也照样这么干 你有什么反对啊 那么这个来说呢 讲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 确实中国是确实有比较尴尬 因为呢 不光是现在出现这个 2014年这克里米亚问题上 就已经有这个问题出来了 克里米亚公投 然后独立 然后要求加入 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第二天就接受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 在这个安理会投票的时候 被 被否决掉 中国是弃权的 然后接着开联合国大会 结果也通过了 到今天会进 国际社会也不承认 克里米亚独立 这样一个结果 还是认为 俄罗斯是错的 不对 所以我相信了即便将来你 这次你看这个问题也是说 中国也是这样 在这个问题上他弃权了 对的 他当时弃权的理由就是说 这个问题上美国有双重标准 是吧 然后说这个里面的历史问题 非常错峰复杂 所以我们很难都是表态 所以唯一的表态就是说 希望和平解决 希望双方和平解决 谈判 不要武力 中毒 那这次 这次俄罗斯虽然是承认了这两个 东巴斯地区的两个州 但是并没有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接纳他们的要求 所以加入俄罗斯联邦没有了 这两个地方 对俄罗斯来讲这个重要性 毕竟是独如克里尼亚 因为克里尼亚的战略地位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对中国来讲确实 这次 乌克兰那个地区确实有很多 禁止有两难的事情 现在有些人甚至也说了 你当年外蒙古之所以被独立 也是沙皇 把俄罗斯搞的这一套 今天现在 普京搞的跟当年沙皇搞的 是一模一样 就是鼓动 所以 所以外蒙古 所以今天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也是在俄罗斯的鼓动 鼓动之前出现 那这些问题 我想要中国 如果很明确的表态 也很困难 因为他现在在 对抗中美对抗的时候 他需要 罗俄罗斯系的这个盟友 尽管他们还没有签订 什么同一条约 但是他需要这个美国的支持 就好像罗俄罗斯系 今天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他两个被靠队的 所以我承认是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他确实有很多尴尬 他不好明确表态 但是他内心里面有相信他是 反对 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能这场的战争结束之前 还有一点点还要一段时间 但是就已经发生的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我不晓得您个人怎么来看 就说中方也好 美方也好 台湾也好 谁获利最大 谁从其中学到了什么功课 不晓得从您的角度里头来看 你觉得这三方 到底看到了什么 因为这关系到这一个重量的话 就是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的台湾 从这件事情上 您觉得美中台这三方 各自学到了什么 您的看法是 这次获利最大的应该说是美国 赢家是美的 不管 俄罗斯入侵台湾是这个 台湾入侵乌克兰是个什么后果 赢家是美的 美国在欧洲激活了 北约 又避免陷入 乌克兰的这个泥潭 继续集中 把所有的 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区 符合他的这个整个的全球战略 那么台湾当然是也更加 也需要依靠美国 因为在乌克兰这个问题 无论如果他也感觉到对自己是 很危险 所以更需要依靠美国 所以我觉得美国 最大的赢家是美国 应该是这么说 嗯哼 那么至于中国怎么样 台湾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挺无憾 所以中国现在 太多在 让它产生一些 得上微妙的转变 嗯哼 过去 比如前几个 不承认 这个乌克兰是一种战争 它是一种所谓 特殊军事行动 这些俊极的说法 现在也成为是一场战争 对于这个 这场战争 中国究竟应该 站在 什么立场上 现在我发现国内现在也开始 不是一面倒 而是 有很大的争议 它就是我们争议越来越大 包括我 我自己的 这是大学的同学群里面 就可以看出 有的人就是中国不应该在 莫莉莹可 就应该明确的表态 赞成什么 反对什么 不要不要在 当中 默默糊糊的 这种态度 说他们也不 也不赞成 所以这台湾呢 我觉得无论是台湾 或者是 大陆 我想都应当看到 凯兰这个教群来讲的 应当是 大陆跟台湾应当考虑到 和平解决 理解决不是一个办法 要和平解决 就要开始 大家坐下来谈 谁要不要说 你 我比你强 你不如我 谁也不用说这种话 老老实实的坐下来 大家把态度放谦虚一些 很不好 这是我个人看到的 这些领导人怎么想到 清楚 但当然不可否认 从2000年台湾的新总统上任之来 两岸的关系真的是有一点点回不去了 因为 当时标榜就是靠着一个抗中 赢得了台湾的卷票 所以我一再的说 其实台湾 要 回 到 所谓祖国的怀抱 这样的字眼 基本上 是真的越来越远了 但是这一次乌克兰的事件之后 的确有很大的冲击 台湾仍然是分歧 其实您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台湾的 有没有guts 像乌克兰这样子来抵抗俄罗斯 其实我心中是存疑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自己本身 其实内部是有分歧的 就像 你看台湾整个的 媒体整个民众 其实最近 虽然大家同时踏伐俄罗斯的侵略 这是肯定的 但是背后 其实很多的面 对于台湾 对于会被成为明日的乌克兰 有相当大的一个分歧 在这一个分歧之下 台湾有没有能力 像乌克兰一样同心同德的来 集体抗 我觉得 包括今天这两天蔡英文讲的一些的话 在民间机器的反应 其实是很弱的 所以一旦有所谓的武力犯台的话 台湾拿起了最后一个哨把 来抵抗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像您刚才说的 希望海峡两岸的领导人 能够坐下来谈 我觉得台湾背后接受的美日澳 欧洲的牵制 就是恐怕暂时台湾也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这一个豪猪的角色 其实比较好用 比较可以吃到痛处 比较可以让中共更不敢轻易的冒犯 但是今天我觉得是端看 如果是大国的话 大国 大国如何伸出友谊的手 这是我个人觉得 你觉得习近平也好 中共的当局领导者 能够用这样的胸襟 而不用恫吓的角度 然后来跟台湾用强夺的方式来做的话 你觉得中共的当局做不做得到 以及现在其实整个大中国的一个民怨 觉得说我们究竟还要等多久 这个民间的武统的情形 声音也不小 不晓得你觉得中共当局的领导人 这样的一个胸襟 有没有可能 能够解决目前台湾的问题 你要说到领导人 台湾的领导人我是不了解 中国的领导人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最低限的 我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了 今天对于习近平来讲 我最担心的就是 他周围的有些人在那搞 都为个人崇拜 报喜报有歌功颂德 这个事情我过去有过这个体验 在毛泽东 走过 就是领导人被一小批人包围 这些人不把正式的情况告诉 让他脱离群众 脱离整个 大环境 那么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不去反腐啊什么 我是很拥护的 对中国 采取很严厉的治理手段 那我也赞成 因为中国人你不严管 似乎也不行 需要一些严管 但是如果说是 导致个个人崇拜的话 变成个人权威 变成一切都是 但是跟他个人的声望 地位 威信 联系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可能会走入歧途了 所以譬如说在解放台湾 这个 武统台湾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会有一批人 要 习近平 建立一种历史上的功勋吧 能够在他的任内把台湾问题解决 但是在他认为把这个问题解决 有两步解决办法 一个是武力解决一个和平解决 我相信如果武力解决 这个是对习近平相关的 历史上的评价也不会有好 好的评价 反而和平解决这个事情 对他比较更好 因为和平解决是最困难 双方要能够谈到 能够谈到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时间 不是一些人一种事 我看现在从现在来看 那似乎是几乎没有可能 但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看起来没有可能 最后倒是 犯成了 这种事情多了 我现在对习近平的希望 不要 不要 要小心周围的这帮人 因为 拍马屁的 说好话的 所谓高级黑 一级红 这些人太多 我希望他能够明察是非 能够分析 什么是咱们拍马屁 什么时候是中年 作为逆耳的中年 这个事情 我对他来讲的 现在是最大的 担心是在这个 我不让你这看法子 这个在民主国家 所谓民主国家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骂领导人 都可以批评 你看拜登现在的支持力越来越下降 大家不满意 不满意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出来 他可以表达出来 但是中国现在不是这样子 中国的这个媒体的新闻 我现在很不愿意去看 就是你一打开 就是刑警片这么这么 习近平 过去还能看到 习近平怎么样 然后下面有李克强 后来李克强也没了 就剩下一个刑警 看起来太乏味 不愿意再看这种 所谓拍马屁的童谣 这当然是一个旅美四十多年的华人的一番的感慨 希望台湾或者中国应该说是中国走向更民主的情形 其实也是今天台湾之所以能够成为在国际上 事实上很多在这一次事件里头 你可以发现很多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大陆的 华人们其实是对台湾相当支持的 所谓的支持就是希望台湾这一个在华人世界民主的灯火 是可以继续发烧发亮的 但也有他一部分的遗憾是说台湾的执政当局 的确也有一种慢慢走向一言堂的情形 因为各自所他在所辖制的媒体里头也都说一样的话 但是好在台湾绝对是一个民主的所在 因为批评的声音仍然处处可听见 同时人人都可以说 包括当台湾全台湾停电 发生突然停电的事情的时候 蔡英文的脸书被大家灌爆 然后对家打骂 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可贵之处 也希望整个中华人类因着在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影响 能够更大 但是我长久一个遗憾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有一些的明君能够分辨 其实哪里都需要有明君 能够自己能不能做明君 而不要只听一种声音 或者不释放一种声音 恐怕是中国人一辈子都要学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蛮长的一段路可以走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刘国生先生 大家看得出来刘国生先生 今年已经84岁了 84岁了 所有每天可以发四五篇的博客文 在网络 引起非常多的人的喜欢阅读您的文章 那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从 他真的是首席博客主 他的文章非常的犀利 也非常的精辟 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我们希望以后有任何中美台港的任何关系 因为这三个这些地方 但您在牵称说 对台湾你唯一的熟悉是他的美食 而不是他的整个民主运作的东西 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常常来向您救教 谈谈这一个纯粹在美华人 没有特别的一个倾向的情形之下 对我们说一些客观的分析 感谢您今天的参与 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的邀请到您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替我们分析一些现实的情形 谢谢你刘贤谢谢 谢谢 好 再见